《啟龍手語視像》字典 是以視像方式呈現手語影片 使用者可以透過互聯網 搜查不同手語的手語打法 這個網站同時會公開給公眾人士使用 現在我會示範一下《啟龍手語視像》字典的使用方法 首先進入《啟龍學校》的網頁 然後在右手邊點擊《啟龍手語視像》字典的按鈕 進入這個主版面 會見到我們的網頁會有繁體、簡體和英文版 而這個網頁會有不同的搜尋方法 包括這裡有類別、級別、科目、筆畫、A至Z 又或者可以直接輸入中英文的打法都可以 譬如我們現在想學一些有關於顏色的手語 我們可以在類別這裡按一下 然後找回顏色 再按確定 到搜尋之後 就會見到有些相關於顏色的生字出現了 又或者我們都可以直接輸入生字去做一個搜尋 中英文都可以 譬如我想找關於開心的生字 首先我要重設了上面的選擇 在這裡打開心 然後我們再按搜尋 你會見到開心的生字出現了 然後我們就在右手邊有一個播放影片 按一下 你就會見到我們的模特兒示範中 我們模特兒是會用正面、左面和右面三角角度去拍攝 因為我們都希望使用者可以看得清楚 我們這個手語是怎樣去做的 同時間在這個網頁下面 我們都會見到有些資料 特別是見到有粵語拼音、普通話拼音和英文拼音 你見到旁邊有一個三角形 只要我們按一下下去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發音 我們可以試聽一下 首先粵語 開心 然後普通話 開心 然後是英文 happy 而在影片下方 亦會見到有中文和英文的對譯 使用者亦可以同時學中文和英文 而下面亦有一個資料叫同意詞 可以見到原來開心的手語 和快樂、高興、愉快和喜樂是一樣的 剛剛介紹這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日常溝通生字的其中一個例子 至於一些學科的生字 譬如電腦科的檔案架式 英文即是File Format 只要我們在這裡輸入英文 再按Enter 跟剛才一樣的會出現這些資料 我們再按播放影片 你會見到今次的影片 應該跟剛才的影片有些不同 你會見到這個影片會加了相片 其實加相片的原因 最主要是希望使用者可以看得清楚 我們用哪幾隻手指去做這個手語 方便他們學習 而這個電腦科的生字 就是我們剛剛新創出來的學科生字 除了搜尋功能之外 網頁亦有一個功能叫做評估測試 我們只要按一下 它會出現有幾個不同的選擇 一般人來講 通常都會選自外測驗 按一下 網頁會邀請你登記做會員 如果你登記做會員之後 電腦系統就會將你所有的測驗紀錄 儲存在你的會員系統裏面 但如果沒有登記做會員的話 你現在所做的測驗紀錄 就會儲存在你用的電腦裏面 看你們個人需要 考慮會不會做登記會員 現在我們就會按取消 入到這個版面之後 你會見到有不同的選擇 首先它會問你想測驗的題目有多少題 我首先選擇10題 測驗主題有分三個選擇 包括除機、瀏覽紀錄和自選題目範圍 除機的意思是由電腦系統分排題目給你 而瀏覽紀錄就會看你用會員身份登入 電腦就會在你曾經瀏覽過的手語山字裏面 選擇10題做測驗 但如果你沒有登記做會員的話 系統會根據你電腦裏面的瀏覽紀錄 隨意去選擇一些題目給你做測驗 現在我想用一個主題式去做測驗 所以選擇10題 剛才我學了一些關於顏色的生字 所以我會在這裏按 再選擇顏色 按確定之後 按遞交 電腦系統告訴你 它正在準備一些題目 按一下好 就出現了這個版面 這個版面顯示的手語影片 究竟它是代表什麼顏色 例如我猜它是啡色的 我按啡色 按下一題 去到最後一題 我就猜這個是青色 現在它就說是確認遞交 OK 測驗完畢立即觀看測驗結果 我再按進去 去到這裏 我們的測驗紀錄 就會自動顯示到我們的測驗結果 你會發現 我們有答題的分數 剛剛我們只答對了六題 另外下面亦都會顯示了 正確的答案給我們看 譬如我剛才答錯了 白色原來錯了 我可以按一下 究竟白色的手語是什麼 使用者可以重溫 這個手語是怎樣表達 如果重溫完之後 如果還想再測試一下這個測驗 你可以在下面有一個重測的按鈕 但如果你已經滿意自己的分數 而又想和朋友分享的話 亦都可以在這裡按一下 Facebook的按鈕和朋友分享 另外還有一個評估測試 剛才見到評估測試裡面 有三個選擇的 我們已經試了一個叫做自我測驗的部分 而測驗紀錄其實就是翻查 所有剛剛已經測試過的紀錄 其次就是什麼叫做選擇測試 這個就是由老師設計的題目 指限會員才可以使用 我們首先用我們的會員身分登入 登入之後 就可以顯示到之前的測驗紀錄 我們只要在評估測試裡面 再用測驗紀錄 我們就會看到過往我們所測驗的一些紀錄 如果現在有一位老師設計了一些題目 給學生去測驗 只要他提供密碼和試題編號 就可以做 在哪裏做呢 就是在綠色這個按鈕裡面的評估測試 只要按下綠色的按鈕 你就會見到這個版面 然後輸入你所需要的資料 即是老師所提供給你的編號和密碼 就可以做到老師所提供的試題 而老師也可以在管理系統裡 翻查每一位學生的測驗進度和成績 剛剛就是我們啟龍手語視像字典的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其實在用這個字典之前 我們都建議對手語不熟悉的人 可以首先參考認識手語這個部分 就是這裡 你會見到旁邊有幾個選擇 包括可以認識到香港手語的來源 手語的種類 手語的類型 主手、副手的認識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讓他們知道 使用手語的時候要注意的事項 譬如一些位置、表情、手型等等各樣的資料 然後再用我們的字典去學習手語 就會更加好 就再用它一下 接著字典去學習手語 整理解著 學習手語